BYG就是一個打團特別強的隊伍 然後他們的默契啊什麼都是打得特別好 那打他們可能要注意就是 我們在跟他們碰撞 在打團或強支援的時候就要注意一下位置啊 還有一些人數上的優勢 才有辦法拿到勝利嘛 那他們現在上路也是固定人選 然後中路也是慢慢有回穩 然後挖口啊還有他們的KINGO其實都打得不錯 虎夏現在也是在團隊上配合也是非常好 那要贏他們就是要注意到後期會比較有優勢 對打到後期的話 然後BYG很厲害 我們好不容易贏他們 BYG他們這個賽季主要是讓立凱擔任上路 那立凱跟小亮的工作他們打起來的整體 整體的氛圍有稍微一點不一樣 那他們補上了立凱之後上路給的壓力 其實是稍微大一點的 但是在遇到劣勢的時候 可能還是小亮會比較優勢 CFO的話主要 我覺得主要還是看上 第一個是AD上誰吧 因為我覺得兩個人的風格其實不太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中野的步伐 因為其實他們上路的穩定度我覺得是最高的 主要還是中野的狀況會取決於在他們肌肉賽能走到多遠吧 CFO的優缺點 東三好像前期的穩定度還不太夠 但PCSD行賽後半段的時候有看到他對這邊有修正的 那接下來還是看他肌肉賽有沒有繼續維持出這樣的表現 然後他們前期他們的選手都是一流的 就是都蠻穩定的啦 然後第一上路大家不可否認 小強比較算蠻容易白給的 嗯